大家好,我是杨兆涵,可以叫Huck 那我是建中教員社之前的畢業的社員 那我現在在美國念博士班第三年 之前我大概每兩年或是每一年 我也會講一些關於人工智慧這方面的一些概論 還有一些科普 那由於今年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台灣 所以想把相關的材料還有一些概念錄製成這個影片 然後介紹給大家 那這堂課的受眾是希望零基礎 但是對一些名詞有好奇的高中生或是社會人士都可以 對 那如果說有什麼問題就歡迎可以寫Email給我 或是你對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或是念大學有些問題 所以這歡迎就是Email 那今天我們主要講的就是從人工智慧入門到當代的機器學習 那我會介紹一些目前比較新的機器學習 那一些特別的應用 比如說人工智慧在政治學法律上做樹狀的生成 這樣的問題我只會當作一個應用 那我之後可能會花時間就是做一個把因果推斷用在比較政治學的一個小講座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歡迎隨時跟我討論 但今天不會講得這麼深入 會比較希望能包含一個比較廣的一個範圍 那這堂課最早是在2018年 那很巧的也是剛好是這個時間 5月30日 31日 那今天我們的大綱會包含就是從認知到Intelligent The beauty of intelligence 那我會先介紹什麼是模式識別 那同時關於每一個紙張節 其實我有準備一些 一個可以preview的一個作業 那以往的經驗是就是透過這個作業 其實你可以學得比較好 學這些概念學得比較好 但是我們今天會稍微走過去這些作業 那我們首先會包含人工智慧的歷史 到最近因為它效果特別好 所以特別紅的一個名詞叫做深度學習 然後從認知心理學 演化論還有條件紀律 這些有了一些motivation之後 我們的機器學習 好 那我會先講就是哲學上這些問題是怎麼出現的 然後大家慢慢的想說怎麼把它 分別了成一個數學或是成為一個統計的問題 那最後會提到一些人工智慧的限制跟發動 那人工智慧這個詞其實是 古希臘的時候我們有討論一些 比如說會不會有智慧 什麼叫智慧 但是當代的人工智慧其實是在 1956年在波士頓一個地方叫達特茅斯 那個時候剛二戰結束 所以說電腦也剛出來 那我們的科學家在想一個問題說 我們能不能發明一種自動化的城市 但這些城市具備什麼樣的功能才算是 intelligent 才算是智能 智慧 所以就是1956年開了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1956年開了這樣的會議呢就是 包含波士頓附近的學校 叫MIT哈佛大學 卡內基梅隆 蠻多領域的專家 就是聚集在這裡 然後定義了一些最初的人工智能的方式 那最經典的就是回歸 然後我們會在之後的slide就是看到這個 什麼叫回歸 那在1956年到1974年呢 就是由於戰後的美國 他其實是經濟是蠻充裕的 所以他花了一大筆錢跟時間去做這些 我們現在所謂的搜索式推理 然後又包含自然語言 因為我們那時候慢慢的可以把就是 文字給他存在電腦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還有為世界 那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用一個城市去model 就是我們人類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其中一個里程碑是1963年 就是麻生理工學院 他從這個DAPA 就是陸軍的研究單位 就是要了一筆兩百萬美金 就是現在相當於就是幾百 一百億美金的一個founding 那 招聘了很多研究員員去研究這些事情 那比較有名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iRobot 就是一個自動化的一個機器人手臂公司 那他也有出iRobot吸塵器 那iRobot的創辦人就是這個時候很有名的MIT的Brooke教授 但是在1974年之後呢 就是人工智慧的發展受到了一個低谷期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低谷呢 那我來介紹一個東西叫做 莫拉維克悖論 那什麼叫做莫拉維克悖論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Morovic 那他是說就是 我們可以讓AI做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比如說你寫個電腦 寫個程式 你可以讓AI去做搜索 或是讓AI去像一個電子詞典一樣 記住很多有邏輯的事情 但是當AI要去推理 比如說我推理說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知不知道就是0110 如果說01跟10這兩個開關 其中一個是有1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當做是 隨著這樣的邏輯結構 但是那個時候的AI是沒辦法學的 這種邏輯推就是這種邏輯架構的 比如說他可以學習到 天氣資料的重要的部分 但你沒辦法要求他自己去做推理 也就是後來我們所說的機器學習 就是他自己去學習 也不是說你只是把一些知識位給他 那莫拉維克悖論就是說 越難的事情電腦做得越好 但是一些最根本最簡單的事情 電腦完全做不到 那這樣子的AI系統 這樣子的電腦 那是不是可以被社會大眾信任呢 那就在這樣的一個 一個argument下 那就產生了第一次的AI低估 那有一件事其實很有趣 就是當這個莫拉維克悖論發展的同時呢 就是我們的電腦其實同時變得越來越好 那主要原因是 Intel的執行長就是Gordon Moore 就是摩爾 他發現了 因為很多的社會資源都放在 就是讓生產變得更好 所以在半導體領域 大概每一點18個月 就是我的晶片尺寸會小一半 那小一半之後呢 效能就會提升 功耗就會減少 所以從大概2005年到2012年 我們的手機其實是越來越好 電腦也越來越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台積鍵的roadmap 那就是看到 就是改變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當硬體的成本下來之後呢 理論上 iPhone的效能越好 理論上它能推理 就是能做的事情應該是更多的 但其實實際上不是這樣 大家看一個很經典的 莫拉維克悖論 那我看到這邊是一個 橘色的一個女性 她抱著一位 生理女性抱著一個 生理女性的幼童 但可以發現這張照片 因為我們把它翻轉 所以它的顏色其實是 有點貼近於這種鮮豔的實物 那如果讓Google它去找一個 最相似的一個圖片 往往會找到 比如說漢堡啊 或是 蝦子啊 這樣的 這樣的一些組合 那其實 跟我們人類認知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或許找到了 很精確的找到了這些像素 這些相近的顏色 但是到底什麼是人 這張照片到底有什麼 其實是沒有辦法 很精確的被推理的 那就是一個很 很 應該說很基礎的 或是一些很 很 fundamental 的一個悖論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呢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那時候的社會大眾 還有研究社群其實是把 AI只當做一個比較好的 電子磁點 我不知道現在高中生還會用電子磁點啊 對 就是一個可能很 很好的一個無敵電子磁點這樣子 但是在1980年之後呢 就是有一種東西慢慢的崛起 它叫做神經網路 那什麼是神經網路 就是 我不設計就是 一個 AI該去學什麼方程式 但是我設計一種很像 全連結的一些節點 那每個節點它負責去學一些特徵 據理來說好了 你當你訓練好去一個神經網路去分類 比較多樣圖片的時候 它可能前面幾個node 它會學一些斜對角性的特徵 那可能有一層是負責人臉的 有一層可能是負責責責責的 那這樣的神經網路其實出自於就是 人類對神經科學的了解 就是速圖跟軸圖 但是有了神經網路之後呢 大家發現 因為那時候的神經網路需要很龐大的陰體資源 但是硬體資源其實並不是 那時候的科技可以擁有的 所以這些神經網路也就是 比較深的神經網路就是現在所有深度學習 但是基於硬體的問題呢 這些神經網路跟連結主義 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們希望所有的node都是相連的 或是相連的node可以傳遞資訊 這種哲學 用這種哲學的概率創造的AI 在那時候找到冷落 反而是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有名的是IBM的系統打敗了西洋奇網 但他其實並不是讓電腦自己去學什麼事情重要的 而是他寫好了一個 包含著很多奇谱的專家系統 那在1980年跟到1987年是很繁榮的 那這邊提到一個比較知名的台灣人叫許峰熊 那他就是這個IBM深藍Deep Blue的主要設計師 那也是這個深藍後來擊敗了俄羅斯的西洋奇網卡斯帕羅夫 那從第二次的人工智慧低谷到現在 也就是1993年到現在 由於我剛才說的晶體管就是我們的chip變得越來越小 那你就變成可以用這種神經網路做的越來越深 那就變成我其實不用考慮太多的數學 不要寫太多的專家系統 我只要把資料讓電腦去學特徵就好了 那讓這種方式最後包含了強化學習 以及後來很局勢震驚的AlphaGo 那講完這樣的一個邏輯跟歷史的過程呢 我們來討論一下一些機器學習的核心問題 那其實我機器學習想探討問題很簡單 就是當我有一個input就是一個輸入 我能不能設計一些數學方程式 然後可以有比較好的預測 據理來說 好了我希望一個大A是一個輸入 那可能是一串數字 那乘以一個weight就是網路本身自己 機器自己學的一個權重 加上bias 你可能A可能是紫色的紫色 其實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消除這個bias 所以加上bias之後呢 你可以做小A的這個一個預測 那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如果高中我在學線性回歸的話 就是線性回歸一個很基本的模式 那比如說深度學習神經網路的話 他就覺得x跟w不是線性的相乘 他這邊會有一些肺線性的轉換 那這個方程式其實只是 機器學習最核心的問題 那包含許多分類問題 有線向量機 波茲曼 波茲曼機 跟神經網路 還有邏輯回歸 都是用這個方程式 那它的核心的概念是 我們如何用數學去描述 預測這件事情 那理論上就是 如果當下有同學在台下的話 我會鼓勵大家討論 如何識別一個目標 其實來說好了 你有一隻貓跟一隻狗 那這個貓 如何人是覺得貓是貓 狗是狗呢 最 最基本的方式是我們圈貓的耳朵 貓的鼻子 發現跟狗的耳朵 跟狗的鼻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假設我在這邊打了個圈 這是不太一樣的 鼻子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會有一些 模塊 那根據這些模塊 我們做出最後的預測 那假設我有個網路 那這個網路每一層是學一個模塊 那它就可能很好的把貓跟狗 這樣子的特徵學習起來了 那這樣的概念其實就是很重要的模式識別 叫Pattern Recognition 那這裡呢會有一個預習討論 其實說 那電腦到底是怎麼分辨人臉 iPhone手機連接鎖到底是怎麼解鎖的呢 其實說我們人臉也有很多不同的特徵 比如說每個人的眉骨啊 每個人的鼻子 每個人的嘴巴可能不太一樣 亞洲人的歐洲人的 非洲人的可能 非裔人的可能都不太一樣 那透過去學習每一層的特徵呢 如果我們有個網路去學習每一層特徵呢 已經有研究發現這樣是效果最好的 那我們稱這種東西叫End-to-End Learning 就是我們不干涉電腦自己學了什麼 然後我們只看最後的結果 那舉例來說好了 我請人類去標定 比如說請專家請醫生去標定一部分的數據 那這個電腦最後有可能會學得比人類好嗎 當然是有可能的 因為電腦在每一層的時候呢 它可能不光只是學一個特徵 它可能是學眼睛跟眉骨之間的關係 或是學習鼻骨跟額頭之間的關係 那或許這些東西在判斷人臉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很好的知識去描述它 那如果把它餵給電腦呢 它就會想辦法朝著最好的判斷人臉的方式去學習 那這種方式呢 最後其實會比人類專家的預測還高 原因只是透過樣本的標籤去學習 但是人類專家可能受限於一些特徵的選擇 導致也沒有辦法學得這麼好 那你會問 那電腦學習的這些關係是真的是人臉的判斷 那其實這方面有一些可解釋性機器學習的發展 比如說我們會去 就表示電腦或是生機網路學習的這些特徵 到底是不是跟人臉是有相關的 那比較有名的方式叫做類別激發地圖 叫class activation mapping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我會把連結放在天文的下方 那記住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自從不干涉不想要寫一個電子詞典 所以我們希望用end to end來學習這些知識的時候 就是電腦開始有了長足的進步 特別是深入神經網路 但是這是第一種就是AI的方式 它是基於神經科學基於連結主義做出的判斷 那為什麼說基於神經科學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有速圖跟軸圖 那速圖就像一個一個X 我們本身有一些weight 那我們X接受到這些weight之後呢 我們去做最後的刺激 那就這方面就很像一個神經網路 當把它寫成數學的模式 但是要記住就是神經跟我們動物的訊息 它其實不是直接相成的 所以你要乘以一個比如說過於零 在零之前 X在零之前都是 Y對應到的Y字都是零 但零之後會被activate 就是激發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是非線性的嘛 因為我們不是一對一 不是一個連續可以完整描述的一個方程式 那這樣的activation呢 就發現用在做預測 或是去建造這種神經網路效果特別好 那可以說就是深度學習的數學模式 就是根據類型的網路起發的 但並不是說我們device裡面 我們的手機裡面有寫成無數個神經原 這是不是的 只是數學的表示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是相似的 那這邊就是解釋它到底怎麼算的 那據理來說好了 X是input 那我們原本的神經網路有了 W跟bias 就是weight跟bias 那我們最後可以算出我們的output是多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方程式 它是非線性的 就是不是直接線性相成的轉換 所以當X乘上W之後 我會再過一個非線性的轉換 就像激發一個神經原一樣 那最後會得到最後的y 那發現這種方式效果是最好的 然後同時有一些數學 真嘗試在證明這個領域 但因為這個領域其實是在2012年之後 在硬體有長足進步之後 才被廣泛討論 所以還有很多未解之明 那如何去處理就是你預測的X 你預測的Y 就是這裡 Y等於這個sigma 是一個activation的意思 那跟真正的Y 它中間有個誤差嘛 那比較常見的方式是用梯度下降的方式 那這方面比較深入我就稍微帶過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從認知出於心理學開始出發 那我們希望從認知是心理學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嬰兒是如何學習 舉例來說好了 就是我們知道狗 哥巴西夫經典的實驗 古典智越派 一隻狗看到食物它會流口水 那如果我們同時敲動音叉給它一個獎勵 那陰差跟食物同時出現的時候 它會訓練它 會流口水 訓練它給食物給它 讓它學習到陰差跟食物是有關的 那只有即使陰差響了 那這隻狗也會流口水 那我們發現其實這隻狗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觀察 觀察陰差的發生 就是觀察之後它對這個觀察做出反饋 那反饋之後呢 還有預測的獎勵 那就是所謂的失誤 那這隻狗其實是對環境中沒有任何的 預先的知識 我們稱為這些叫做沒有鮮艷知識 我不知道在場有沒有統計比較好 如果在統計上 我們就是說這沒有一個prior的probability 舉例來說 我們當要訓練一個老鼠可以走迷宮的時候 我們會在老鼠走對的地方放一塊cheese 那老鼠會逐漸因為這個cheese 慢慢的知道怎麼走出迷宮 那再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透過觀察環境 我們在玩Super Mario 其實我們可以去看它 我們吃到錢幣就往前 或者過關就往前當做獎勵 然後訓練一個agent慢慢的從獎勵中 做出正確的決定 那這樣所謂的強化學習 是從環境中的反饋 那去最大化所謂我們的反饋 那alphaGo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你可以在 因為你其實沒有環境中的這些label 但是你定義了一個獎勵明確的環境 然後我們去最大化它的獎勵 這就是所謂的強化學習 至於來說 強化學習關心的是 我們對環境的觀察 叫做state 做出的決定叫做action 那學習如何根據我當下的觀察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教官的學校 我想遲到 我不知道不要翻牆 那這個action就是翻牆 那也會根據有教官或沒有教官 state等於0或1 去做你的action 那如何做出這樣的 0過1做action 我不做action的判斷 叫做policy 那可以想像是一個f alpha s 跟a 的一個 一個函數 那這個f function 其實就是一個policy function 那我們最後會算這個f 跟真實的 因為你會 有時候在訓練這個 翻不翻牆的時候 你有時候會 翻牆的時候會不翻 那它會有各自的獎勵跟懲罰 那 它會有一個真實上的誤差 跟你算出來的無差 我們希望這兩個越小越好 那舉例來說 好了 因為在這個問題裡面 你可以一直玩 所以你的時間是無限的 那在alpha go的下一個版本 也就是他弟弟 alpha go zero的過程中 他就不跟人類起手對義了 他就自己跟自己比賽 發現從這種自我博弈的過程中 就是學習方式特別好 然後 然後學到的這些 贏的局數也越來越多 那這也是強化學習 從心理學啟發的這種 人工智慧下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最後我們來看 第三個我們來看到就是 能不能從物種的演化去想一些 AI是怎麼學習的 那物種演化是怎麼演化的呢 我們每一次我們會把基因傳給下一代 但是我們假設在生物學裡面 優勢的物種會 除了表觀遺傳之外 就是我們會把比較好的基因 傳遞給優勢 優勢的物種會把好的基因傳遞給比賽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PhenoPi跟我們的PhenoPi 就是我們的表型 那能不能用這種方式去製作一個AI呢 也就是說在長時間的演化過程中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傳遞知識 其實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就是左邊是一個數位的fabrication 數位製造學 它是在講說如何把一個魚變成一隻鴨子 那在右邊是美國的NASA去設計一個 效果最好的天線 但它中間過程中都不干涉 就是讓它去把最好的特徵 移傳給下一代的天線 那最後長出這個樣子 那這邊有個問題 就是演化過程中 是不是一定能夠適應比較複雜的系統 答案是說演化過程中 其實像這個你會適應一個比較複雜的系統 但當系統一旦有些變化 其實它也會遇到蠻大的問題 那這種方式在訓練機器人 跟訓練反饋比較低的遊戲 比如說你玩 你玩Pokemon 你可能 你用了很多招式 但你可能還打不到一隻小拉達 那這種時候你的反饋就很不明顯 但是如果說你用一團算法的話 你的搜索或是嘗試會比較多 發現說你不喜歡用那種輔助機 你只要一直用攻擊就能打贏 所以這種 AI 有它的好處 但是是用在反饋比較低的環境裡面 那其實這邊是一個最近比較紅的一個問題 就是美國有一家非靈異的 AI 機構 叫做Open AI 它的目的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會因為價錢問題 或是因為階級問題都可以使用 AI 科技 新的 AI 科技帶來的好處 那我們最近做了這樣一個捉迷藏的一個遊戲 那它就是一個很多個人要學習 然後很多個動作空間的問題 那藍色的小人要想辦法躲避紅色小人的追逐 的鬼抓人 那他們發現就是藍色小人一開始會學會 怎麼把自己關起來 那最後又學會了如何用場地的優勢 而阻絕紅色小人進來 那在這種多個agent 就是多個議題 不知道大家我們看到工科機動戰隊 工科機動隊裡面的agent就是 就是有點像一個議題一樣 就是你在學習操縱它的過程 那這也是當下的一個問題 有些人覺得說用強化學習 用反饋的方式學習比較好 但是有些人發現是我們不看反饋 我們只看最後的reward 最後的獎勵學習的比較好 那第四部分呢就是 相信大家可能高中學機率也會學到就是 我們可以根據一些已有的邏輯系統去做一些判斷 比如說醫生可能會因為藥物的測試 測出說A或是測出說B 得到一些疾病的治療的成效 那我們這樣的估算呢 我們可以去從用符號和邏輯去表示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我們會去想辦法去算它的先發生的事件 比如說他可能生病了所以某個藥對他比較好 他可能沒生病就不應該是感冒藥 那這樣的事實叫做prior probability 這是鮮豔的事實 然後你最後再做一些統計 那這些的機率對人類是會有什麼幫助 最直觀的就是購物網站 那繼續來說好了你有個購物網站 然後你選了像左邊這邊選了鞋子 那你可能網站會根據你選的鞋子 然後推薦你買靴子 然後推薦你買其他的視頻 那想說最近可能是要出去參加宴會 那這樣就是一個根據先發生的機率 然後再去做下一部分推薦的一個問題 那最主要是用在購物推薦系統 那早期的話也有一些跟地毀式神經網路結合的 就是網路續航學習前發生跟後發生的關係 那講到這邊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想一想剛才的問題 如果有問題可以講就是在寄一秒給我 或者直接回帖文都可以 休息一下 那我們休息一下之後來繼續講 好歡迎大家來到就是從人工智慧到當代自己學習的下一段 那在下一段這邊我會介紹更多是 比如說電腦科學、金融、社會科學、數學、文學 就是AI的這些人可以帶來的一些利用 那我想說的是剛才介紹的 根據各種哲學方法發展出來的這些學習呢 其它是可以做互相結合的 那這部分你可以把兩個名詞就是加在一起 Google會發現一些最新的結合 所以其實科學家知道每一種的想法都是有些缺陷 那其實大家現在在做的很大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如何使我們的AI考慮到道德倫理 然後我們同時去做一些規避 那也是希望AI在決策部分中可以更多的 考慮一些公平的事實 就不是因為非洲裔的人類 我們就判斷它就是犯罪比較低 就是它的鮮艷的機率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也是2017年當年是一個很紅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在寫NDA 或是寫最簡單的樹狀的時候 然後這樣的問題通常是給初階律師在做的 我們在他進入一個律師事務所的時候 但是當初有個討論是說 因為美國人力比較貴嘛 我們能不能請機器人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讓我們的行進律師去處理一些別的事情 那當初就有一個NDA challenge 就是讓美國去學 就是寫一些比較 條例比較清楚比較類似的文件 然後我們讓AI跟讓人類比較好的Lawyer 就是舊金山當地的一些律所 選出來一些Lawyer去看 再請一個更資深的律師去看 到底誰寫的比較好 最後發現在這個NDA的問題中是 AI稍微顯勝 我記得是6比4吧 就是當初發現就是說 其實可以用AI去增長文字的時候去加快一個行業的效率 但現在當然是實際上用到法律上還有很多問題 就是包含我們能不能做比較公平的判斷 不只是授予資料 那這部分叫做公平型AI 就Fair Machine Learning 主要是以Google為主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但是Facebook他們有在從事一些包含暴力啊 還有一些詞彙的搜索和放置網路80的預防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比較紅 那這個叫做非對稱直線下的學習 舉例來說好了 我們在AlphaGo的過程中 我們人跟電腦都是看得到整個棋盤的 但假設如果你看不到整個棋盤 你只有部分的資訊 比如說你在玩橋派或是你在玩一些排一活動的時候 你其實是需要去做非對稱資訊下的學習 因為你跟你的對手收到的資訊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在2018年的時候就是美國卡內基美容大學 跟美國最頂尖的德州撲克拍手做了這個研究 一開始發現在2016年2017年的時候 人類都打贏電腦一些事情很多 那訪問這些拳手他們發現就是電腦不會騙人 那2018年的時候他們做了一些像剛才最後面講的一些 被夜市網路的一些改變跟去算了一些Nash Equipment Nash平衡 那後來發現就是已經可以很好的擊敗了人類玩家 這在當年是一個大新聞 也就是兩年前吧 那金融 金融其實是 金融業其實還蠻想把AI使用在裡面 包含街上的League 或者替銀行購入更多的錢 那第一部分就是幫助交易和分析數據 是支持後台 比如說傳統的有些新聞 其實他不知道能不能去分析這樣的市場是往壞還是往下 比如說川普的Twitter 他有很多面向的解讀嘛 那假設如果你有一個AI能幫你評量這樣的訊息是好是壞的話 那其實對金融市場做分析其實是很好 那瑞銀、瑞士銀行跟德行都是很大的律師市 公司的商業銀行跟律師事務所 他們就在16年的時候做了這件事情 那現在已經深入在行業裡面了 第二個呢是瑞銀在做的就是交易分析系統 就是他可以幫你 你不需要去找一個理財專員 就你把錢給一個AI 然後他幫你去做投資 就是股票交易等等 那這一張是在講電子上的應用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在16年的時候就內部有在做 但其實沒有公開 那在四年後 就是現在其實 滿常可以看到台積電在造AI工程師的 去幫他包去提升這種傳統電子的效能跟效率 那另外一個議題呢就是 是記憶體的問題 這邊就是說 因為AI會用蠻多的RAM 但是RAM的儲存現在還是一個威脅之名 不是威脅之名 是工程上有很多的挑戰 社會科學 那其實美國現在因為社會科學 相較於650到70年代 其實研究的課題跟大學生的來源少了很多 所以社會科學也是一個很積極去入世的一個科學 那有一個問題是說 能不能我們把去之前的冤案 讓AI去重判一遍 那大家發現就是我們用 就是用一個演算法去判斷 1990年到2009年的案子呢 就是電腦是由於人類的 就是冤案跟錯判 但我自己是覺得 這背後很多因素需要考量啦 就是 因為你當初也是 沒有這樣的資料 而且你真的要讓演算法做決定的話 到底是誰負責 那這邊就是時候 牽扯到一些新人文主義跟未來科學的一些分析 那今天不會特別包含 沒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問我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文學跟新聞 那很有趣的是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 就是一個新聞學很有名的一個學校 那他其實在16年15年開始就推廣就是 我們記者其實也需要懂就是資訊科學 特別是假新聞泛濫當下 你要如何分析然後寫出高水平的文章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還有點是在材料上面 最近人工智慧廣泛的被用來 發線性材料去解身科學家做合成 做手工藝的時間 那這些部分有些人覺得說 當AI逐漸有了不同的功能的時候 他其實會慢慢有他自己的權利 那AI的權利要怎麼發展 可能會先從比如說 一個用了意志的人 然後他的意志故障打人 那究竟是意志需要負責還是人負責 那如果人負責的話 那這個意志是不是包含了部分這個人的權利 那這些問題在 西伯萊大學歷史系教授哈拉韋的書有提到 對那很推薦大家去圖書網看一看 但他最近的書其實是比較商業化的 但原本其實他算是新聞人文主義 或是在科技的狀況下 我們有一些新的人文思考 那他是其中的一個教教者 那今天的介紹就在這邊 那今天有一個沒有介紹的就是 到底要怎麼樣的把這些人工智慧用在一個 比如說比較政治學或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那我其實在最近三年蠻常研究一種 之前叫英國推斷 那會之後會找時間跟大家介紹 英國推斷在分析選票分析選舉的應用 那很高興您 同學或是朋友 前輩聽到現在 那有問題的話歡迎就是一邊要跟我討論 謝謝 繼續的情況 平然